您好,谢谢收看东方纵横,我是东方 尽管遭遇传染病,美国经济萧条,失业率暴增 但是美国选民并不怪川普 相反的,川普的经济执政能力民调永远都是高高在上 盖过拜登的民调 尽管如此,左派们还是不遗余力的在川普经济政绩上做文章 最常用的说法就是 疫情前的经济高涨是奥巴马执政打下了基础 是奥巴马的政策开启了美国经济活力 具体说来,就是失业率从奥巴马执政时期 从2010年就开始了,逐年下降 2017年川普减税法案通过以后 也没有看到就业市场的加速增长 因此,这波经济发展是奥巴马的功劳 这就是左派的说辞 要我说,这是误导 我给您分析分析 每次经济衰退过去之后 都会引发就业的快速增长 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开始复苏 就业市场有大量的劳工等待就业 到经济复苏的后期 失业率已经降到很低了 经济增长也就后继乏力了 举个例子说,失业率在8%的时候 经济复苏很快 当失业率降到4%的时候 再增长下去,速度就没那么快了 奥巴马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执政的 金融危机的衰退之后 经济开始复苏 失业率开始下降 所以说,失业率从奥巴马当政时期开始下降 这是说对了 但就这么认定失业率就是这么线性的下降下去 好像川普上台之后 失业率是按照惯性往下降 这就是左派的误导了 2016年12月 也就是奥巴马任期的终结 川普即将就职前夕 美联储预测说 2017年年底失业率会降到4.5% 2018年年底失业率会维持在4.5% 因为失业率达到这个水平之后 经济发展后继无力 失业率几乎就再也降不下去了 但实际上 川普执政的第一年 失业率降到了4.1% 到2018年年底 失业率降到了3.5% 是过去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换句话说 美联储认为失业率不可能降到的地步 在川普执政时期做到了 同样的 美联储在GDP的预测上也失去了准头 2017年偏低了0.7个百分点 2018年偏低了0.5个百分点 2019年偏低了0.4个百分点 说简单一点 川普执政后的经济表现 比预期强盛了许多 说川普2017减税法案 不起作用 明摆了就是误导 忽悠 我就给你比较一下 奥巴马2009年的刺激政策和川普2017年的减税 哪个作用起的大 奥巴马刺激政策推出之后一年 2010年12月 美联储重新调整了未来失业率预期 2011年失业率上调了0.6个百分点 2012年上调了0.8个百分点 GDP的预测更惨 美联储2009年时对2011年的GDP的预测偏高了2.6个百分点 美联储2010年时对2011年的GDP的预测偏高了1.7个百分点 对2012年GDP的预测偏高了2.5个百分点 说简单一点 奥巴马刺激政策的效果比预期的差了很多 一个是川普实际表现比美联储的预测好了许多 一个是奥巴马实际表现比美联储预测的差了许多 换一个角度说 美联储的预测模型高估了政府开支和银根宽松的作用 低估了供应方效果 忽略了投资成本降低 废除监管条例 为企业松绑政策的刺激作用 疫情当中的美国经济复苏也是一样 利好消息会被左派说成是海事慎容 最新的利好消息就是上星期四公布的就业市场消息 10月10号那个星期持续申请失业的人数减少了100万 降到了837万 过去三个星期加起来持续申请失业究竟人数减少了360万 人数下降的速度是今年夏天的两倍 这就说明失业的人开始重新找到了工作 速度是今年夏天的两倍 这跟联邦失业救济金即将结束也有关系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今年8月份裁员数字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就是餐饮业也是一样 今年7月8月 餐饮业的裁员是36万4千 而去年同期的裁员数字是42万 上星期Yelp透露说 9月份新开的餐厅超过了2018、2017和2016年的数字 收入也在上升 第三季度中线收入增长超过了8个百分点 特别是低收入人群 最底层的四分之一人口收入增长幅度超过9个百分点 建筑工人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制造业工人收入增长4.6个百分点 拉美裔收入增长接近12个百分点 黑人收入增长超过9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银行也报告说 坏账规模低于预期 消费者信用评分是2005年来的最高点 许多美国人用政府救济津贴还债 但并没有因为政府今天没有了而降低消费 8月份美国人储蓄率是14%非常高的水平 上星期公布的零售数字也很亮丽 9月份销售增长5.4% 特别是建筑和装修增长19.1% 饮食消费增长了10.5% 汽车销售增长10.9% 网络零售更是猛增了23.8个百分点 现在建筑业都找不到足够的工人 建筑材料也脱销 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估计今年第三季度 美国经济增长幅度35.3% 第四季度估计增长5% 这一个又一个利好消息 就跟拜登硬盘门丑闻一样 民主党经济学家主流媒体一概不提 但是现实就是现实 这里我还要给你呈现另外一个事实 一个防疫和经济发展的现实 在总统辩论会上 拜登指责川普只知道经济不重视防疫 拜登还说现在经济发展的好的 都是封锁的好的地区 但是数据显示的情况恰恰相反 越是经济封锁的厉害 经济封锁长的州 经济复苏越是难 看看以下这一组数据 9月份失业率 内华达12.6% 加利福尼亚11% 罗德岛10.5% 伊利诺斯州10.2% 纽约9.7% 以上都是经济封锁严重的州 以下是经济封锁轻微的州 亚利桑那州6.7% 乔治亚州6.4% 威斯康辛州5.4% 犹他州5% 这份纽约新增工作机会10万 那是中长 终于允许餐厅恢复室内用餐 允许健身房开放 失业率下降了2.8个百分点 但下降的主要原因 不是10万人找到了工作 而是有36万3千人放弃找工作 这些人不算在失业人口之内造成的 新泽西也是一样 有23万人放弃找工作 不算做失业人口 导致新泽西的失业率 从11.1%降到6.7% 拜登把美国经济复苏的不平衡 怪罪在川普头上 要怪也要怪那些民主党州长封锁经济 相比之下 亚利桑那州就业人口增长超过15万 威斯康辛就业人数增长超过8万 民主党经济学家们警告说 政府停止救济 美国经济就完了 这是危言耸听 美国经济充满活力 最大的威胁不是政府救济金枯竭 最大的威胁是 政客们继续封锁经济 继续以防疫为名 不让学校开学 不允许恢复正常的商业活动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 经济学家要是戴着有色眼镜 戴着政治倾向 会给你解读成另一番景象 我这里也是尽我一点力量 给您分析一下真相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